大家喜爱的李文过世 还不到50岁 这也是大家都会很难过的事情 他在香港过世 那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可能不一样的结果呢 我们第一个来讲 Coco在香港 大家都对他的前夫不太谅解 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完成离婚的手续 所以在法律上 他还是实质的配偶 他的配偶呢 也是不是想来争夺这份财产呢 还好Coco的房地产呢 是跟他的家人 在香港做一个叫长命合约 其实美国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呢 美国是有的 它在美国就叫 Joint tenants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这个合约的意思说 我们不管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 不管投资什么事情的话 当一个人过世的话 他的这个股份剩下人来分 所以呢三个人的话 一个人过世的话 另外两个人来分 第二个过世的话 最后一个人全拿 就是表示说 谁活得最长 可以全能拿到了 而这个呢 在美国呢 甚至比信托还要更高阶 第二个问题 如果他没有在美国 没有做到Joint tenants的话 那在美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 美国的遗产法 如果没有指定的话 一定是配偶全拿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财产要在财产在立法 你在哪里的财产 不管你什么身份 要按照当地的法律 来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Coco如果他在美国过世 他的财产都在美国 而且他没有做好 任何像信托这一类的安排的话 Coco的财产 也要全部都给他老公了 所以大家特别记住 如果你考虑到万一哪天走的 财产要给谁的时候 最好先把信托安排好了 如果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 理财或是保险等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 您的意见 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期的话题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欢迎按赞 以及点击小铃铛 关注范宇财经频道